比武则天死血厉害,他逼封皇帝,气死太上皇,将皇妃赐给其爱无赖。 1189年,金氏宗驾崩,年仅21岁的皇孙完颜景即位,史称金章宗。 当时南宋皇帝宋孝宗已经年于花甲,当初他命令大将张俊北伐,结果兵败福利,不仅各地赔款求和,还要不分年纪大小,金宋两国的皇帝要以书职相衬。 宋孝宗自使苦果,但也不想掉价跌份。 于是将皇位传给自己的三儿子赵顿,历史上称其为南宋光宗。 赵顿登基后,册封自己的王妃李凤阳为皇后。 李凤阳出身于将门之家,其父侍庆远军节度时李道,曾经追随宗泽,岳飞北伐。 李凤阳出身于军营之中,据说当时李凤阳降生的时候,李道看到几只黑色的凤凰在老婆居住的营帐上盘旋步走,等到孩子降生后,李道便将其命名为李凤阳。 李凤阳 一日,宋高宗宠信的道士黄福坦看李道府中做客,黄福坦景于项面,他看到小凤阳,认为此女日后一定大富大贵。 正巧此时宋高宗要为自己的孙子赵敦挑选孙媳妇,李道通过皇府坦打通关节,在宋高宗面前美言几句,宋高宗便将李凤阳选为孙媳妇,而已向孝着的宋孝宗虽然不满,但只能顺应养父的要求,同意这门侵蚀。 李凤阳 李凤阳 完婚后的李凤阳像变了一个人,婚前温婉可人,婚后醋海声波,是历史上有名的渡后。 在当王妃的时候,便搅扰的王府鸡飞狗跳,气得太上皇宋高宗对太上皇后吴后说,皇府坦欺骗了我。 等到李凤阳当了皇后,后宫中无人能约束她,她越来越胆大妄为。 怕老婆皇帝 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宋光宗,非常巨内,一辈子支纳了三位妃嫔。 一天,宋光宗如厕后洗手,看到给她端水盆的宫女,双手修长细白,特别好看,便随口夸讲几句。 过了几天,李凤阳洋洋派人送来一个锦盒,宋光宗打开一看,竟然是那位宫女被斩断的双手。 宋光宗又惊又怒,一连并倒触朝几天不能理正。 李后专权。 随后,李凤阳又对宋光宗身边仅有的三位妃嫔下了毒手,黄贵妃是宋光宗身边最得宠的贵妃,人缘很好,宋光宗有什么心事都找黄贵妃开解。 李凤阳,李凤阳撑住宋光宗外出祭祖,在住到外面斋宫几天的时候,将黄贵妃交给心腹军士,将黄贵妃虐待而死后,从草席将其成殓丢出宫外。 等到宋光宗回宫后,就说黄贵妃身染病亡固,为防止遗体会传染瘟疫,便马上将黄贵妃安葬,没有等陛嫁定夺。 宋光宗知道黄贵妃遗难跟李凤阳有关,但有苦说不出,只能憋在心底加重了她的病情。 怕老婆的君王。 李凤阳又将矛头对准了张贵妃和福洁瑜,趁住宋光宗卧床不起的时候,将二位妃嫔赶出宫门。 但李凤阳又怕宋光宗病愈后,将二人接回来。 便以皇后的名义,将二妃赐婚给林安城的侍警无赖。 等到宋光宗派人寻访二妃的时候,二妃已经失身于无赖,宋光宗黯然神伤,无可奈何,结果长时间的恐惧抑郁,精神出了问题,以至于后来不能理政。 这些招数,比武则天,慈禧的招数更毒辣,可以跟吕智相媲美。 宋光宗不能理政,李凤阳不卑反而欣喜,自己不仅干政,还安排娘家人做官,李家人因此当官的有两百多人。 李家的家庙,无论规格还是形致都比太庙雄伟。 宋光宗在精神正常的时候,后清废后,但是朝野中多是李家党羽,宋光宗股掌难明。 宋代皇帝形象。 当时已经退居二线的太上皇宋孝总,和太上皇后谢皇后听闻儿媳的丑闻,想规劝下儿媳收敛些。 但是李凤阳竟然欺负自己的公婆,顶撞公公宗宋孝宗,还嘲讽婆婆谢氏不是宋光宗的生母。 而且还在宋光宗面前挑拨他们父子关系,此时病毒的宋光宗竟然对父亲有所误解。 宋光宗甚至发誓不再理会父亲宋孝宗。 古代妃嫔。 等到宋孝宗病危的时候,满朝文武上表劝见宋光宗去探视太上皇。 但宋光宗在李凤阳的挑唆下,以自己身体不好为由,拒绝探视,宋孝宗在一看失望中去世。 而且宋光宗竟然拒绝探视,宋光宗竟然拒绝出席父亲宋孝宗的葬礼,宋光宗不孝的举动,和李凤阳扇砖朝政,引起朝野不满。 武则天。 朝臣们找到宋高宗的吴皇后,也是宋光宗的奶奶,在吴太皇太后的出面下,赵如瑜、韩托骤雍丽宋光宗和李凤阳的儿子、家王赵阔等基使称宋宁宗。 虽然宋光宗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,但没人愿意让这个疯子皇帝执政。 而李凤阳还想垂帘听证,控制自己的儿子,结果那群权臣先下手为强,将李家人罢免。 李凤阳在朝中无人,只能老实地跟宋光宗住在行宫之中,失去权力的李凤阳又恢复了人性,照顾宋光宗的起居生活。 李凤阳画像,1200年,有像是告诉李凤阳,今年你在劫南逃。 于是李凤阳换上道袍,每天闭门不出,在经堂吃斋念佛。 当年6月,李凤阳病死,十年56岁,誓死一太后。 而南宋由宋孝宗开创的大好局面,被李凤阳和外妻们破坏的证据不稳,南宋开始从此走上下坡路。